我們還要忍耐多久 我是不是要玩的 我們還要忍耐多久 我們也要改回片頭 應該是10點半開播組 但我們寫11點半通常都沒有錯 因為通常都超過分到11點 所以寫10點半都是11點才過 今天被你賣了超過分 要你一直超過分下去 沒辦法 康正太激動了 我看到了 控制不了他的症 我記得是炮血管 然後MHK每周通訊又超過分下去 客家猶中又超過分下去 我想現在播出應該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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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因為今天是2017年12月18日星期一的晚上 史提提 為何你穿那麼少衣服 你平時不是這樣 是因為這裡沒可能 我出門的時候我現在就盡量了 剛剛13妹也走過 我們再次公祝她生日快樂 大家留下言同公祝13妹生日快樂 三妹是不是三條 不知道 你這樣陰我 你這樣陰我 你現在爆了幾年齡 很嚴重的 今天就是第三集的即使判官 也是2018年最後一集的即使判官 我們在下個星期 我們全台會休息 我們在復播的時候 剛剛是1月1日 也是在紅優 我們也會休息 那天 下一次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應該是1月8日 2018年星期一的晚上 如果大家很想念我們 就看重溫 沒錯 今天我們講甚麼 司提 今天我們講一下交通意外 的士行業中 很多經常性發生的交通意外 是的 的士司機 其實有些通常犯的路網駕駛 妄顧他人安全駕駛 你搭的士最經驗的是甚麼 嘩 其實我 基本上一走高速公路 我已經有點害怕了 是嗎 尤其是 例如 機會不是很多 如果我搭的士 因為我通常去旅行 或者去旅行回到香港 我一定會搭的士 我很少搭巴士 一進北遍山公路 嘩 嘩 上山的飛行 嘩 你看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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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一下 你坐在裡面 如果你純粹看著前面 你是不知道那個速度幾乎 但是如果你看到旁邊 你會發覺到 嘩 嘩 嘩 那些 你會不會在的士裡面 濫安全禮 那一定要有法例規定 或者是濫安全禮 是的 其實我也挺頑皮的 我不是很喜歡濫安全禮 我不是很喜歡被一些安全的東西 嘩 你又有些東西 嘩 嘩 嘩 其實是挺危險的 為什麼呢 我想給大家看一張圖 在2016年1月至6月 涉及交通意外的車輛 當然路面最多的 就是私家車 現在也有19,000輛的的士 在路面上行進 你看到的士 其實在2016年1月至6月 它們是第二高位的交通車輛 竟然給貨車和其他16的 小巴 小巴 16粒 那些 單車 單車 單車也有這麼多 單車也有 因為單車應該守路面上的安全 跟其他車輛一樣 但是很多單車司機都不知道 是的 但其實的士的而且 炒車或是涉及交通意外 是不少數的 是的 我們先回來 所以今集也要講講 第一節就是給大家看一些經典片 看一些的士人常犯的錯誤 看看有多危險 我們也訪問了 我們一位老友 譚先生 問一問他 那的士司機怎樣 打醒精神 不炒車呢 而我們今天的第二節 也是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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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艱難的 而第三節 我們也邀請了一位的士司機上台 他接受訪問我們是族友 叫狗哥 狗哥 狗哥 狗哥也要跟我們分享一些關於 如果不幸地和的士司機在路面上發生交通意外 大家要小心些什麼 當然也可能會有些麻煩的事情 那方面的事情 即使司機怎樣保障自己 或者交通私家車的司機怎樣保障自己 第三節大家一定要打醒精神去聽 乘客也會知道 你還未回答我 你最危險的那次就是在機場上飛 有沒有撞過車的事情 我突然真的很幸運 我未試過撞車 撐車也試過 通常都是突然之間 六天特別多一些私家車 亂來的 那些的士其實在後面 可能突然急一急殺 整個人衝了衝前 幸好觸碰沒有造成意外 我有幾次的經驗都是很兇險 第一次很兇險的地方 就是剛剛前一排的事情 我在車上複緊WhatsApp 和大太在一起 而突然之間突然突然突然間 頭都斷了 為什麽呢 原來有一個 我再次強烈呼籲 政府是應該考慮一下 不要讓女人開車的 我明白 我真的覺得女人是不應該開車的 尤其是身高不夠五呎 而那些女人沒有讓她開車 為什麽呢 為什麽呢 為什麽是鬼傘 即是看不到我的頭 看不到 這個八婆是幾個女士 這次真的不關我的士司機事 但很危險 她在小路出大陸 一出大陸 她不斷走最左邊的線 一走就走中間的那條線 第三條線 第三條線 她不斷走三條 她不斷走第二條線 去到中線之後 後面的聲音 她不斷加速 迎合車的速度 不僅修速 後面的車就不斷走 所以這些有時候有些很狠狠的 加東公的意外 對 另外第二條線 就是關於那些混蛋 巴士佬 對 大家如果走軒尼斯路 以及走尼敦道 你就知道 巴士佬有多惡 即是在最開線 尿你老婆 塞進去 去插線 又或者尿你老婆 一埋 上了一下 秋風就出中線 中間他們一出出出快線 我每次都是被巴士佬嚇到 他不知為何巴士佬 特別喜歡欺負的士佬 是啊 當然 我之前都說過 的士和巴士 因為那個體積問題 那個車身問題 你無論怎樣撞到好 舍底的永遠都是的士佬 巴士是怎樣會舍底 更何況 巴士司機 他就算跟巴士有什麼事都好 背後會有巴士公司 是啊 他不怕保險 是啊 你明白嗎 他怎樣撞都沒有問題 的士不一樣的 的士是要自己硬的 是啊 如果你自身車主 就是自己硬的 你怎麼租人車開的 又是自己硬的 勾頂扣分等等 都會有在 很危險 所以巴士佬是的士佬的死敵 一文字一文字 一文字 幾次都是這樣 我幾次在路面上很危險 他是把你的車撞到出去 也是被巴士人嚇到的 當然也有些的士佬 在駕駛的時候 不知道他在做夢 我播了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我有親身相類似的經歷 播了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我看見他 現在你看到有一個媽媽帶著小朋友下車 我相信他是新來港人士 你看他的小朋友的新打扮 你覺得他是一個新來港人士 還有他的媽媽也是像在骨牆裡面看到的 不是吧 是這麼大的 是你經常說 是倒閉的 這個媽媽很浪狗地 就是不想看著兒子掛著錢 兒子就進回去 那輛車一開的時候 連著小朋友就走了 現在應該是有硬到的小朋友 受傷 這件事裡面 我不怪得到的士佬 家長也有問題 你覺得呢 簡直說 無論是小朋友 要這麼小的時候 一舉一動 你都要很留意 而你看小半秒 都可以有一個很重大的意外發生 基本上就算你平時看電視 廣告也有說 沒錯 所以我相信這個媽媽 一定是新來港人士 如果是香港本地的媽媽 你是很緊張的 很緊張的 他第一時間會叫小朋友走到那裡 然後跟著他不會讓小朋友走回車 你只要看著他 而對於一些安全意識 沒有想到有常識的 就是永遠都是一些小生來港人士 我為什麼說這件事 很類似發生在我身上 我當然不會讓小朋友走回車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其他節目裡也有說過 就是在一個年三十晚的晚上 當我的車由數碼趕 看完紫夜場 回到家裡的時候 那位的士佬 不知發生什麼事 如果從數碼趕回到第三街 那支旗是四十幾五十元 是 一支短中期的旗 也不是說什麼 我叫你去山卡拉的地方 因為你一回到水街 你其實就可以撿到客人 去那馬頭方向 對嗎 他老母是 我先下車 為什麼我先下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不會讓女兒最後下車 我一定是先夾著她 我先下車 然後小朋友下車 然後我太太確定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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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這樣做的 這是最安全的方法 所以家長 如果你帶小朋友 一定有一個家長 先下車 然後確定小朋友安全下車 剩下一個家長 就收錢 收發票也好 然後三門趕兩月 花木蘭那時候 是七、八歲左右的人 當她準備下車的時候 那條全家產 不能找錢 踩腳就走 我老婆還在車上 可以想像得到 所以當初我眼明手快就停止它 而且我確定是撐住車門 讓它不要走得那麼遠 老實說這輛的士大陸在那個年三十晚就一直走衰運的 因為我是屁股到兩個年初一 趕快走一整年衰運 可能它立即初二被人扣分 跟著扣開炒車 吊小牌照 整年開不了車 或是駕駛車炒了山 死亡了 它是很討厭的 因為當你有小朋友在車上 無論你是乘客也好 你是的士大陸也好 你都要照顧小朋友的安全 要是趕快走完 專業司機一定是這樣的 剛才那個是不能怪得了的士路 但我看到那個的士路就必定要吊起樓盤炒車 你這樣對小朋友也是這樣駕駛 我是比較強烈 譴責一點的含家產 你有沒有錯過這樣的不負責任的司機 我比較少一點 因為我沒有什麼機會有小朋友和溫柴探 歷史 這些機會我就比較少遇到 你說會不會有的士司機 可能錢都還沒找到 或者車門都還沒閃 也沒有開 也有試過的 但因為觸碰到我沒有小朋友 這些情況就比較少 我又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有一個經典的前一排 如果沒有記錯是一兩年前在崇江發生的交通事件 我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早上大約10時40分 一輛的士由軒尼斯到產上東角度駕行人路 為何會衝上來 你不留神 還是怎樣 有人過馬路 有人衝出馬路 我就扭軚 扭軚 扭軚 我得不到 我的車不是很快 很慢 我們聽到 扭軚一聲 之後才轉過去 就已經看到的士撐了上來 撞到幾個人 就躺下了 有些就自己起來走了 之後的司機就下車了 到後鏡頭 車身有損位 的士司機說 事發的時候 有人衝出馬路 有人衝出馬路 我的車得不及 我正在走車 綠燈 傷者被送到 倫敦市醫院 全部輕傷 好 史提議 回來了 你怎麼看呢 這個傻子做什麼傻子 沒有用愛敷肩 就是為了想起這樣 你有時是不明白他做什麼傻子 完全扭軚 不想集中精神在路面上 還有說謊 剛才他看到他很明顯 說謊 他是很清晰的 但是他說 我要避人 大哥 有了電視 看到就是 而且他很明顯是沒有人撞過車 是啊 你是車真的撞過 你也沒有看到你去避開任何東西 也看到你的車真的踩上行人路 撞到一些人 也看到醉了 所以說 你下車 你第一時間不是看 有婆婆躺在那裡 不是看行人路受傷的路人 而是看你的車 有沒有搞錯 這個真的 我覺得你做人有問題 是啊 很多老友都說 如果你出到那些傻子 少士的人的樣子 就最好打駕駛 這個人我不會打駕駛 但他很好認不住這位的機車 很多時候路面的交通意外 其實不多不少 除了路面的繁忙 突發性的事情之外 其實很講過的機車的狀態 大家都明白 其實大家都是人 人不是機器 即使機器也會壞 而在路面上長期 這樣駕駛駛駛 是需要很大的精神 和體力 但是大家也看到 剛才那個司機 沒有五條近六 已經有六 也是有六 是吧 頭髮這麼多 猜到他已經有六 等到六 那你一個六十歲以上的人 長期在路面上 精神充沛 體力澎湃 應付所有路面上的挑戰 還要讓你那些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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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很大的要求嗎 那些人 那個意外的能力 也都很明顯 他就是 他根本上 喂 你看到他下車的時候 不是第一時間看人 是看車的時候 你看到他根本就是 駕駛者的態度都沒有 沒錯 我們也訪問了 上集 第一集我們訪問的 是譚先生 譚先生 也都是 我們分享了一些提示 他已經駕駛了這麼多年 是 如果是怎樣可以 嘗試之間 在路面上 保持精神充沛的時間 他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可以播放他 一個錄音給大家聽 好 一般這件事 早晨 阿瑰 剛剛睡醒 這件事 是因人而定的 有些人很好精神 十二個小時都很好精神 有些人 可能年紀大 他的血管問題 會容易疲勞 如果他做運動 保持一下就好些 有些人停下車 譬如你十二個小時 這樣計 每四個小時 或者六個小時 他會停下 做運動 或者休息一下 其實 休息一下 是對我們的工作很有用 可以背一回氣 我經常有這種現象 可能我都聽幾大 你停下車在一邊 你停下車在一邊 一刻三四個小時 再回一回氣 那天就很精神 容易被捏 就是硬硬頂下去 很多時候的意外 就是很多司機 可能因為環境 自己的經濟情況 硬硬頂下去 他就先累 他有下距長途 他就硬頂 一頂就很容易出事 還有出事也有很多原因 最主要是自己不留神 還有就是疲勞過度 這些是最主要原因 很多司機就是因為我剛才說的 硬來 他不想浪費期 或者他想找多些 這樣 這件事是關乎個人的取捨問題 你是要做的 會有負出風險 如果你不做 你可以休息一下 他可能避免了 是不是 這件事 也跟年紀大有關係 還有現在那些中風 不要說老人家 年輕人也會有 因為他食物方面 可能沒有注重 運動也沒有注重 很容易 忽然間血管塞一塞 就會有很多突發的事情 好命就收回命 那就拜拜 對嗎 好 多謝譚先生的訊息 跟我們分享 其實真的是 好像我們在做事一樣 就是要欺負一下 其實有很多專家都說過 特別經常跟我們這些 譬如翻寫時代那些說 如果在午餐的時候 你不用多多5至10分鐘 你是有些小碎偏黑 躲起來養著神 其實已經是足夠你應付下午的工作 需要的精神 如果這5至10分鐘 你都不去爭取時間休息的話 你可能接著一個小時都熬不到 你是在提倡中產黨鼓吹的 以前那些5歲 不是 我們那些閉目養神 不是 不是5歲 人家5歲是整個小時 但是我看到很多司機 有時候都會拍到一邊 陰涼、休息一休息 然後再開工 尤其是年紀這麼大 有時候也是他們 可能吃飽了 或者在車上一吃完東西 我見過他們拿著一盒飯 是開工的 其實拿著一盒飯 即是你在車內吃飯 然後吃完飯之後 馬上開車 其實是我覺得 是一個危險的事情 因為通常你屈住 你已經整個肚子都可能是 食物 你會消化得不好 你的血液就下了 對 而且你一吃飽馬上開 其實那一刻你會 可能有半個小時左右 你是會很硬 因為你的血液都在肚子 特別上不了腦 那你會變成 可能在那一刻來說 就是如果反應 一萬個 也有機會增加了 意外的風險 還有有時候 我不知道有時候你有沒有說 如果開行冷氣 對著陽光 曬著你特別容易睡覺 是啊 是啊 其實你也是 如果你駕駛長途的時間 駕駛 如果你平時不做運動 血液行得不夠 就特別容易有危險 謝謝譚先生的分享 你記得有很多的可能 就是平時日常的 開車的時間太長 精神不能夠 再加上 這群大佬 每個都是坐五燈六 你的身體真的有很多變化 露面上的確有很多定時炸彈 所以剛才第一張圖 我們看到的士司機 或的士車輛 在路面上佔第二位高炒車的車輛 其實是有原因的 沒錯 好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接著到第二節的 兜兜風吹吹水 繼續訪問 Mr.T 他們也說回業界 因為有一群客戶貪便宜 而如何趕絕 這份工手法的士司機 第三節回來再跟大家見面 好